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在京都的老屋 虽然今天下着微微小雨 但是老屋今天要带大家去穿河服 现在在四条河原顶上 准备搭207号公车在八板石色前下车 京都的公车通常是后门上车,前门下车 所以上车之后只要找座位坐就可以了 坐两站大约四分钟,抵达了吉隆下车 之后我们往公车的行进方向走 走大约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抵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 前方这个白色店面就是我们今天要体验的 和服店,京乃都八板店 让我们来开箱这家店 进去之后先跟服务人员对一下预约资料之后 就可以来选和服啦 那简单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店的环境 首先这边是草旅区 就是穿在和服下面的鞋子 这边的话则是靴子区 如果脚怕冷的话可以穿靴子哦 比较能够保暖 再来是和服的外套区与字 后面这几件部分则是小朋友的和服 下面是男生和服的外套 这边就是重点和服啦 简单先带大家软一下 右边这一块则是男生的和服 有分尺寸 这边的话则是男生的脚带部分 就是绑的带子 好那这就让我们正式挑起来 第一眼看到这件还蛮好看的 这个蓝也很喜欢 这种素色的和服搭配花俏的欧比 应该也会很好看 不过我们今天的目标是现在流行的蕾丝和服 也就是这种 来比比看这一件 这件其实老吴也很喜欢 比比看比比看 那大概就决定选这件啦 把选好的和服交给小姐姐之后 她会带你上二楼 二楼是他们换衣服跟做头发的地方 再来我们选穿在和服里面 如半的领子的颜色 这边则是蕾丝打底衫 就是穿在最里面 然后脖子的地方可以露出蕾丝的领子 选好如半跟领子之后 我们再来选板在和服上面的腰带 虽然有点跳跃 不过我们已经换好和服主妹来用发型了 这个是他们做发型的行录 做头发1600日元 不过老吴订的是Miyako Plan的关系 所以发型已经含到方案里了 那就决定选这个发型了 好啦这就是老吴今天穿的和服啦 来简单做一下介绍 搭着蕾丝打底衫 然后跟这个蕾丝的领子 还有蕾丝和服 跟这个可爱的红豆色兵鹅带 还有珍珠腰带 还有他们帮帮的可爱半服带 很多个蝴蝶接待后面 再来蕾丝打底衫的袖子 它也长得很可爱 是长这个样子 有点蕾丝洋装的feel 这次和服店帮老吴插的法式 非常好看 而且很搭蕾丝和服 而且这个小辫子 也让人觉得很青春洋溢 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小包包 这上面有他们这个 可爱的花花刺绣 颜色也非常好看 青绿色的 很有春的感觉 而且它打开来 空间差不多这么大 没办法装什么 不过有条链子你可以侧背 好啦 这就是老吴今天的和服穿搭 简单介绍就到这里啦 顺便说一下 如果觉得冷的话 可以跟店家这一条围巾来PO 或者是外套 介绍完了和服 有点口渴了 我们来去喝咖啡吧 这家店位在二年 把后面的小巷子的地方 有点隐秘 比较难找 叫做扎乌尼乳 外面有放菜单 大家可以参考过后再进去 不过它最有名的是 这个水果三明治 大家可以尝尝看 点完了餐 他们的号码排是个花瓶 他们有放一个可以放口罩的东西在 这就是这只点的东西 有布丁跟拿铁 布丁本体非常的绵密好吃 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二家 是在紫园很有名的甜点店 这家在外国人很少知道 不过在日本人里面 非常有名的一家店 他们主要是卖日本的传统点心 平常假日的时候 这边都会大排长龙 很意外今天既然没能排队 那必须得进去 他们的支付方式主要只有现金而已 营业时间是早上的11点 到晚上的8点 他们的利用时间只有90分钟而已 这家店叫做Giyong小生 在Google皮加上面 可是有4.2的高分的一家店 进去的时候要脱鞋 然后把鞋子放在旁边的房间里面 自己找喜欢的空位房 这次点的是 一份1100日元 哇 闻起来味道好香哦 好甜的味道 近看那个红豆 跟那个蜡蜂蜜 看起来也很好吃 旁边这个鲜的昆布 是怕你吃太点想换口味用的 店里的装潢整体偏下老旧 墙壁整体也是有些屋子 在用的家店也很老旧 坐的位置刚好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这就是老店的魅力吧 吃了个甜点之后 算一算时间也大概4点左右了 可以回去换衣服啦 换衣服的时间是下午5点之前 后面换衣服就没路了 所以就简单在这边讲一下感想 首先这家店的部分的话 老屋不太推荐 虽然它位置很好 但是它放的衣服的种类实在太少了 花色也很少 这里穿和服的功力 跟用头发的功力也有点差强 服务人员态度还不错 听说有一位会讲中文的员工 不过今天放假 可惜没有遇到他 好那话就说到这边了 那就下班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pretation